今天是彩华姐的 百萬金餅包跟五種傳達 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老闆無情 沒關係 左兄 你不要太興奮喔 這也是個客 這些我好不容易頂到的 最厚一腳 這種淺色的包 我都把它供在那裡 供大概一年多才會開包 你怎麼可以嚇得了 要受服 小鐘 不要啦 如果你讓我重新再來的話 我想多讀一點書 然後我想要讀高中 讀大學 啊哈哈 我想要有這樣的生活 其實如果你要去開會 其實一定要像我這樣 我不會只有單一個顏色 就是說黑色的去開會 我感覺喔 這樣有一點點無聊 所以呢我會選擇這種 聽接的 來 攝影師 左兄 這裡 上來 你不要太興奮喔 攝影師哥哥 不要倒 對 今天沒有露奶 長輩沒有帶出來 因為要去開會 不能太性感 對 會濕焦 旁邊 這裡的顏色也有這樣子 整個是有修身的感覺 那個線條就會出來 不會讓你覺得呢 那麼的胖 鞋子高度夠一點點呢 也比較嚇唬人 雖然 因為我只有156公分 穿平底呢 就會覺得太過嬌小了 沒有那個氣勢 啊 再來這個耳環 我覺得我 太假了喔 我做做做 就是 當你在開會的時候 就是要做做一點 做做呢 是佩甄的老公 他叫王做做 我們去開會呢 我穿這套衣服 我們就簡單的要配一個 也是名牌的這個耳環 這個耳環呢 我就選比較簡單的 Coochie的 它是Coochie的嗎 C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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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喔 膠我們就要膠 滑膠就要滑膠 我們要再搭配包包 Hermes 包包我是個人非常喜歡 百搭 整個是可以襯托出 您的另外一種高貴 所以我們今天的穿搭 這個開會是很有層次的 走路有自信是這樣 或者是手提 來啊 不是 這個就是我個人去開會的穿搭風格 另外呢 我們還可以換另外一款的包包 Purata Purata的這個包包 它這邊是蛇皮的 蛇皮的 這裡是布的 我覺得它的這個 這樣子拼接的方式 是讓我覺得 是很特別的 你看其實手提也很好看 然後肩背也可以 這樣子的搭法 其實說Case 絕對成功的 人家說紅水黑大版嘛 來 Purata 紅水 你的焦點 就會在你的整個這個包 更讓人家會覺得 你狠狠 你很猛 你在看我嗎 你可以靠近一點 再近一點嗎 怕啥 哈哈 不然要更退後 我怕 因為我臉會很大呢 很像大餅耶 這一套是穿搭要去 錄音室錄歌的 B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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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我買很久了 算是有一點點 稍微透明了 有這個 這樣子的顏色搭配啊 是很特別 我本來想要穿內搭啦 但是因為我的內搭忘了帶 所以今天就稍微會看到一點點長輩 因為我每次錄歌的時候 他會被我的製作人罵 那我想說 穿一點落影落線的 舒緩他的情緒 他錄歌的時候 才不會一直生氣 要吃降血壓的藥 然後再來這個褲子呢 很特別 很有趣 它是用綁的 旁邊 這裡喔 它其實有一個小巧思 它是扣子可以打開的 它是兩邊都可以的 扣子可以打開 對 這裡 如果你穿一件短板的那個 現在很流行的上衣的話呢 它其實是可以露一點點肉出來 然後再來呢 這雙鞋 Hogan的鞋子 這個顏色也跟這個衣服是很搭的 對 它有一點點粉筋的感覺 就因為很好穿 感覺很休閒 去錄歌的時候就很輕鬆 再來呢 我要介紹我這個耳環 這一副耳環呢 是跟我一個非常好的姐妹 我生日的時候 他說他送我這一副 這副鞋子的耳環 這一個叫除菊 不是除妓喔 是說除菊花 漂亮吧 好 這個送我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我的好姐妹Lulu 我生日的時候 她送我的 她說她非常的喜歡 彩花姐我選了我最喜歡的耳環 我送你 她捨不得買 然後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哇好感動喔 謝謝 因為她很節省這樣子 我說改天我來也送她一副 所以我一樣 Lulu也有一副這樣子的耳環 就是我們姐妹之間的 叫姐妹耳環 而且她非常百搭 休閒也可以 有時候正式一點點的也OK 去錄音室嘛 越簡單越好 那我就帶了我這個包包 這是YSL的包包 就是很腳的感覺 就是說她就這樣小的小的 因為現在 妹仔有沒有 妹仔都要背那個 妹仔包 就是背大大的包包 我覺得還可以搭CANEL這個包 這個包我非常喜歡 它也有大 比較大一點點的 但我選擇也是比較小的包包 這樣 現在這個包包 是我小女兒在背了 因為她說很好看 媽媽 妳這個包包可不可以借我 現在跟她借這個包出來 我說妹妹啊 媽媽明天要去錄節目 妳的包可不可以借我 我買 然後她不只是可以寫背 她還可以這樣 那我們覺得就是 還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然後再來呢 看我這裡的攝影師 是不是很年輕的感覺 這個錶我已經買很久了 其實我已經有一段時間 很少戴錶 都戴念珠比較多了 我覺得這樣很好看嘛 就整套這個系列 是不是很搭 然後這個包包是我一個 非常好的姐妹 她叫張秀卿 她送我的 她說王彩华 我說這個包現在 台灣沒有了 已經撤過了 這是我好不容易頂到的 最小一腳 她說有漂亮嗎 王彩华 有漂亮嗎 妳看 這真的看起來還年輕 這有兩個眼睛 妳看 就是也是姐妹包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還滿酷的 就是帥帥的 這個很輕便 我堅持就是要把每一件事情 做到好 就算沒有100分也要80分 我不斷地在做不同的改變 舉例我服裝造型 我也不會都是同一個樣式 款式在穿 如果我一天啊 五個通告 我一定換五套衣服 我覺得呢 我們只要努力準備好 妳一定有一天 會在這個演藝圈呢 發光發亮 而且是毅力不搖 現在穿的這一套呢 就是跟我女兒去逛街 很多人都說 我跟我女兒站在一起 就像姐妹 所以我當然要穿得比較年輕一點點 然後這件其實是 因為現在夏天嘛 我覺得就是逛街 要非常非常的舒服跟舒適 白色呢 其實我很喜歡的一個顏色 在夏天來講呢 它就是不會感覺很重 仙氣十足啊 像一個仙女一樣 就是很有層次的感覺 這一件呢 我還蠻喜歡它的這個袖子這邊 帆帆帆帆還蠻可愛的 對 感覺它就像一個 小公主 不要講小好了 不要加小啦 對 所以我覺得我跟我女兒去逛街呢 第一 當然就是穿比較舒適一點點的 因為你可能要買東西 就會提很多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你去上廁所 比較方便啦 然後在這個耳環 我就配珍珠的 這個珍珠就有一點點 這個時尚有一點點貴氣 然後再來它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它一個L 一個W 本身的英文名詞叫Lotus 我是Lotus王 所以W W-N-G就是王 對 所以我就是一個L W 這個是Dio的這個耳環 其實其實就是很簡單 也配了一個珍珠的這樣子 再來介紹我這個包包 其實是我剛買的 這個YSL的這個比較敏色的包包 它也算百搭的一個包 鞋包也可以 然後手提的也可以 然後肩背的也可以 金色的這個YSL 鏈子也是金的 跟搭配皮的這樣 其實是很好看的 褲子也可以 我想說都很怕它髒掉 我很粗魯 有時候包都隨便亂放 有時候放地上 也不知道它那裡髒不髒 我說不小心就會畫到原子筆 然後自己就在那邊哭 好貴喔 竟然它變成這樣 所以呢就是我會很捨不得 所以通常買的包 這種淺色的包 我都把它供在那裡 供大概一年多 才會開包 都傻啦 開包拿那個包出來用啦 來 繼續要介紹呢 這個就是要跟百萬網紅PK 其實對我來講呢 就是要跟這些梅亞PK 我這個年紀有一點難啦 真的不用啦 我做我自己就好了 我就想說那我就找一點點 就是比較年輕的感覺 舉例說我現在穿的 就是一個平口的 然後有一點小花 小花花 皺褶這樣子 以我五十幾歲 要跟梅亞這樣一起 去參加什麼Party啊 那我當然是 只能夠露肩跟露腿 因為其實我的腿還滿細的 露奶我也露不過他們 跟他們一起我是好豐滿 穿了一個短裙 真的感覺很有生氣 很活潑這樣子 然後再搭配這個 Prada的這個球鞋 小白鞋 滿好看的 我自己還滿喜歡的 很好走這樣子 跟梅亞會 比較不會差距那麼大啦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這個包包 現在我女兒都在背這個包 很可愛的 這個包 這個紅色的大包包 很好裝 就是跟梅亞我們如果去夜店啊 有時候就是裡面可以 帶自己想喝的酒 還有另外是這個包其實也是限量 然後現在好像聽說啦 這個包已經有賬價了 它很可愛的是 它就像一個便當盒一樣 這個小包呢 其實可以裝你的耳機啊 裝一些零錢啊 小香水啊 都可以裝在這裡面 這個袋子呢 也很特別 它有別的顏色 我記得有綠色跟粉紅色跟這個顏色 當我這個人一上呢 你看我的包款 都沒有很流行的那種 那種款的包 我都是比較基本款的 然後現在這個包呢 其實梅亞都很喜歡 所以有時候呢 我就把我自己當了一個梅亞 只要你看我的臉書就知道 請看VCR 好老派 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他因為買不到這個包 然後他說 財花姐如果你這個包要賣 你記得啊 你記得一定要第一個先賣給我 這樣子 然後我只能跟我這個妹妹說 不好意思 我一定不會賣 因為我女兒都在背了 還有可以背這個 它其實都可以當藥包 白癡公主 百靈國還有博恩 還有皇室兄弟啊 這群人 我覺得他們很有 很可愛 很做自己 因為沒有每一個人 一定都會喜歡你 所以你只好做你自己 現在這一套呢 就是要走紅毯 金鐘是我 大概十幾年前 我就有走過金鐘了 對 然後最近是金曲跟金馬 所以在這個走紅毯 我都有特別的要求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 人生就這麼一次 而且身材那個窈窕淑女 君子好久 要前凸後翹嘛 把最性感的地方呢 就呈現出來 就也這麼一次而已 所以呢我都會很注重 所以我在金曲獎的那個 那個蛙背啊 天啊 那個曲線啊 這個所有的記者們 非常感謝你們真相報導 讓我呢 可以永久做紀念 這個紀念呢 我現在都還可以拿給你看 這是紅毯 第一枚 第二枚 第一枚 第二枚 其實就是我最美 我還不見笑 王菜花 你怎麼這麼不見笑 那現在呢 我要講這一套呢 就是金色的這個亮片 這是我第一次 穿給大家看 覺得它是很優雅 很有氣質 而且相當時尚的 配合這一個有賺的這個包包 因為有時候 我們進去這個頒獎典禮的時候 你得要戴一些補的口紅啊 或者有時候手機要放啊 這個鞋子呢 就是我就是非常愛的鞋子 我百搭的鞋子 金色的 它其實是可以反光的 有一點亮亮的感覺 而且穿起來也是超美的 還有這個水晶的這一個戒指 黃色的水晶呢 它是招財 剛好呢 就可以搭這一套禮服 還有這個黃色的 大鑽的一個耳環 就感覺很華麗 然後整個很有氣質 然後很典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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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彩花姐 你好正喔 你是正妹 然後你很跟著時代的潮流 不是那麼老套 跟你女兒在一起就像姊妹 我就說 哇 真的好開心喔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很不好意思 女兒她聽到這句的時候 翻白眼 第一家店就是Duck Beetle 像我現在這裡有一套禮服 有滿多件衣服都在那邊買的 五分埔以前有去逛 然後逛了兩三家店 然後我會固定在這兩三家店 他們都會穿衣服給我看 然後有一次我就問問問 我就說 這件我要 那件我要 總共八萬多塊 還有一家店就是Rara 我也常去買 非常 我跟我女兒常去逛 我曾經一件衣服一千多塊 亮片的衣服 我買了我穿了上節目之後 我平常都還可以穿 然後這些衣服到最後 我都會捐出去 所以對我來講 這些投資雖然我穿過了 然後我還可以去做愛心 你怎麼可以嚇得了瘦 小鐘 不要啦 小鐘哥就說媽 妳成全我們吧 小鐘 別鬧了 白雲你也別鬧了 你們都是阿伯跟叔叔擠的 不要這樣 年輕人讓他們開心一點過日子好嗎 這項小物 當然第一就是太陽眼鏡 再來就是我的口罩 上面是Bobby天后 然後就是雙星報喜 喜氣洋洋 就是感覺 然後它是醫療口罩 這口罩現在是我必備一定要戴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唇蜜 Hermes剛出的一個新款一系列的 類似有點那個水蜜桃的顏色 這主要因為我的嘴唇有時候 常常因為畫長太多 所以它比較容易乾燥 所以它很有滋潤性 我覺得我自己擦呢 就很像那個 宋慧喬 你笑什麼 還是顧著人喬 我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把三點不露 我還可以接受 床氣我也可以延啊 但是就是不露三點 因為我覺得露三點一個 我這個年紀可能比較不適合吧 那如果有打馬賽克 但是只打在那一點上 這根本就是鵝片 這就糟了 其實我應該講說 我其實很少生氣啦 就算你今天發我天地班 可能我四點都要起床 我五點要畫 五點半化妝 然後六點半就要拍第一場戲 第一場戲拍完之後 我就要進攝影棚拍 但是我是拍棚內的最後一場戲 有可能是晚上的十二點多 或半夜的一兩點 我告訴我的助理不用去問為什麼 他這樣安排絕對是有他的道理 一定有誰不方便 有個演員他沒有辦法來 因為也不是只有我們演戲而已 有很多人一起演嘛 就是照做就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有不方便的時候 別人也得真的很委屈地配合我們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再問這樣的問題呢 就是要有同理心 你問了排表的人 他只是又要跟你說 不好意思 幹嘛 何必造成別人的困擾 何必要這樣 不會 因為我那時候十六歲進演藝圈 是因為我得要賺錢養家 然後幫我爸爸還債 給我哥哥讀書 然後幫助家裡 所以我才國中畢業 我就出來賺錢養家 到現在三十七年了 如果你讓我重新再來的話 我想多讀一點書 然後我想要讀高中 讀大學 我想要有這樣的生活 我現在都跟我女兒講說 我跟我大女兒講說 你好好要去享受你的大學生活 人生就這麼一次而已 以前出道的時候 就是常常讓人家覺得 別人在講什麼我聽不懂 所以我很喜歡聽長輩講他們的故事 所以我所有的經驗累積 都是來自於這些長輩 不定次地跟我分享他們的過往 我都把它記起來 受益良多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人生 我沒讀大學 但是我讀了三十七年的社會大學 倒下 詞・曲・編曲・編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